再找一个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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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拜拜 等你回来 相见 要的要的 拜拜 真香 相信大家 这几天还沉醉在周深演唱的歌曲 Garden Hour里 这首歌曲是10月15日举行的 2023抖音美好奇妙夜上 由周深和钢琴家吴木野合作而成 两人的合作可谓完美 周深的高音与30秒转音音唱 加上吴木野流畅旋转的钢琴声 领得无数人赞叹让人陶醉 这个合作舞台折服了很多人 那么今天小编就带着大家回顾一下 周深的五个经典舞台 这些舞台都是由周深和钢琴家合作完成 1.周深无木野合作Garden Hour 这首歌曲由Jack演唱发行于2022年9月 当年位列QQ年度巅峰榜单十大金曲 周深和吴木野的合作 在加大整体音调的同时 也增加了更多难度 但是仍被二人完成得非常完美 堪称神奇舞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周深 朗朗小水井合唱团合唱大鱼 斯卡布罗吉市 2020年10月30日 在1001夜晚会中 周深与朗朗天籁小水井合作演绎 大鱼斯卡布罗吉市 周深的嗓音朗朗的钢琴声 合唱团的和声三者和谐交融 成就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舞台 在一切人白的发迹 慈爱的孤寂在你脸上 我会一次一次不想 在城市的前行 请你不要为我担心 也不要让我再去担心你 再去担心你 海通王子 3.周深 热带低压乐团 朗朗合作新际列车 2020年8月15日 在明日之子寺第六期中 周深 热带低压乐团 朗朗合作了一首新际列车 周深的绝美吟唱 与朗朗的钢琴和乐团的演唱 演绎出一个让人记忆深刻的舞台 跟朗朗老师特别认真的合作一次 然后有一首歌 我觉得对我来说 一亿挺重大的 对 就是《幽灵公主》 里面有个角色代表是人类 另外一个角色代表是自然 就是去研究 说是小小的探讨一下 人类跟自然怎么去和谐的一个共处 或者怎么去一个纷争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影响到我挺大的 原一个梦满 因为我真的没想到这首歌 好 然后再来一个 好 四 周深 朗朗合作《幽灵公主》 2020年6月20日 在浙江卫视青春环游记第二季第三期中 周深和朗朗合作《幽灵公主》 周深空灵的无字吟唱和朗朗超高的钢琴技艺 演绎出一首至今仍然津津乐当的神曲 二人的默契可谓神仙合作 五 周深 李克勤 杜自池合作《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 2020年1月19日 在东方卫视《我们的歌第一季收官之战》中 周深和李克勤合唱《你的名字 我的姓氏》 这首歌曲原唱张学友 作曲 编曲和制作均出自杜自池 而在《我们的歌舞台上》的合唱版本 钢琴伴奏竟然来自杜自池 这是一场来自香港的钢琴大师杜自池伴奏的舞台 这次三人合作也助力秦深深组合 夺得第一季冠军 上述五大周深和钢琴家合作的名场面 至今仍让人回味不已 尤其是在高登 hour后 很多人都在重温周深之前的合作片段 聆听那种人声和情声天人合一的经典舞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